中世代的来临,网友们会透过网路进行直播照相以及拍摄影片来分享生活还有传递感受 为了回馈地方,红树林有线电视就特别举办了影音学堂 邀请淡江大学的老师、实际教导长者、里长以及志工 希望让大家多用手机记录家乡之美,推广家乡的美好 让学员简单利用手机拍摄剪辑,也可以分享给家人或是朋友 网路世代的来临,网友们都会透过网路进行直播照相以及拍摄影片来分享生活还有传递感受为了回馈地方 红树林有线电视特别举办了影音学堂 请来了淡江大学的老师、实际教导长者、里长及志工 希望让大家多用手机记录家乡之美,推广家乡的美好 让学员简单利用手机剪辑拍摄,也可以分享给家人或是朋友 我们特别请我们淡大的导演,他真的很厉害 他教了很多礼,灯工礼、星星礼 然后大家除了不是,不只说是拍照,而且摄影 就好像大家会写字,但是你要把它说成一个故事 可能就是要稍微有专人来教导大家说 我可以把这个影像做成一个影片 然后这影片里面是有故事,是有内容,是可以给温暖的一些东西 洪树林有限电视表示,网络短影音的时代来临 许多故事都是透过影片来传达 而由洪树林有限电视与淡江大学吉理长办公室 开办影像制作学习营 透过淡江大学教授还有成为性导演的教导 让学员简单的利用手机拍摄剪辑 也可以分享给家人或是朋友开办影音学堂 用影像记录下周遭的人事物 并且透过影像表达自己的事情 学习拍摄构图技巧与剪辑 让李明学会能够用影像来记录自己的生活点滴 我们今天请到的是我们成为性导演 那基本上他可以让我们如何去更能够运用我们的手机 让大家更可以拍好你的照片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整个就是做成一个影片之类的 就是类似这样的东西可以透过我们今天的课程 然后来学习到 那当然我们最要感谢的是我们的洪树林电视台 就是因为是他们让我们有这个机会 可以上到这个课程 里长表示 李明透过课程学习如何用手机制作短影音的影片 希望李明经过老师的指导都可以成为影像剪辑高手 跟得上潮流 以往要上课程都得要付费或是排队 这一次非常感谢洪树林有线电视带来这么好的资源 开办影音学堂 期盼每一位学员都可以用学生手机成为记录生活创作家 记者许多安一淡水采访报道 我会有一段光耳朵顶